现在我们是在现代建口车帕里斯蒂的内饰 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采用现在那种非常多那种所谓流行的大连屏的一个设计 它只有一个10.25英寸的中控屏 而且设计也是比较那种简约的 有点性冷淡风的感觉 它的仪表盘全系都没有标配全液晶仪表 就是这种机械式的 其实这种信息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清晰明了的 重点是在这里看一下 现在那么多的车型都搞那种触控面板 就好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的物理按键了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挺方便驾驶员在驾驶当中去一个盲操 基本上很多按键都集中在这个区域了 布局也是挺合理的 而且是什么功能的话 一看一眼就能马上就能get到了 来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是吧 哇 我觉得这个现在太难得太香了 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 但是呢 它这种细节材质的话还挺不错 有这种木纹饰板呀 还有真皮呀 它座椅也是这种拿爬的真皮打孔 上面是有这种帆毛皮的这种设计 所以其实它从这种细节上的话呢也去提升了它的车内整体这种豪华感 真的觉得还挺不错的 帕里斯蒂呢 它的除空间就是说除了我们常见的门板的那个位置之外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哎 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的位置 然后这个 大家看一下 当你不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收起来 是不是就更大 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当你要使用杯架的情况下 按一下 它就出来了 而且就是除此之外 这里 这有个小的除格 就你不使用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收起来的 你看 这样的话 它这里空间更大 特别的深 对了 帕斯蒂它真的车内有好多接口啊 充电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看到吧 然后 算上无线充电的话 这里还有 这里又有一个 下面的话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然后那一侧 还有一个 然后对于这个乘客来说 特别友好的是 它的这儿 它的接口是在这儿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距离还挺近的 就是如果你要想 舒舒服服的玩手机 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挺不错的 而它的第三排 就是左右两边又各有一个 真的充电接口超级多 你就不用担心 说你坐到车内 手机没有电的这种焦虑感 这边的这种焦虑感